大批乘客坐在碼頭等救護員救治 有人掩著口臂自己走上救護車 亦有人要躺在擔架床上 中環9號碼頭發生撞船意外 星期五早7點多一手隸屬翠華船務 再有120人的雙層客輪 懷疑在埋岸時撞到碼頭 消防派出3艘消防船 6架消防車和超過10架救護車到場協助 消防人員到場之後 即時檢查傷者的情況 同時對攝市的客輪作出評估 判斷是沒有入水的情況和是一個穩定的狀態 然後逐一將傷者和乘客 帶回去案上作進一步的處理 事故之中是沒有人被困的 消防人員一共花了大概20分鐘 將所有傷者救出 事故中有34人受傷 大部分人都是擦傷 其中一名男子背部痛和手部麻痺 有乘客說今天的船速比平時快 據了解攝市道輪原定先在尖沙咀碼頭上客 再去到中環碼頭上另外一批客 最後洗往南亞島發電廠 誰知發生意外 事發後大批救援人員到場協助 警方調查中事故原因 謝謝大家 我們就知道 大批救援人員 我們都是的 此處理 我們都是因為